新北市長侯友宜一一親自頒獎 表揚體育有功人員 感佩傑出選手努力的精神 期望大家一起為新北體育繼續加油 其中莊佳龍在全中運拿下七斤 創下全中運體操史上最多基記錄 而郭彥宇不僅奪下全大運混雙組金牌 還選上是大運國手 另外16歲的身杖桌球選手陳伯彥 也取得2024巴黎帕玉參賽權 郭友宜頒獎完也不忘替選手加油打氣 而這位新北市好手陳伯彥 目前亞洲排名第四 世界排名第十 是台灣身杖桌球亮眼的心晶 而這次獲獎也讓家人替他驕傲 很不容易的事情 然後覺得很開心 不害怕 就放鬆去打 這次的體育有功表揚個人獎項 共61位 團體獎項13個 包括有功人員 劫出教練 劫出運動員 有功機關團體 集歐區體育會 和集歐單項委員會等等 期盼未來能持續再創夾擊 TV的新聞 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